与求是竞赛 周天成与水则发沙进16强场地漏水影响赛程延误一小时台湾 一哥 周天成昨天在2011把中国南京与求是竞赛32强出赛 不料赛程因场地漏水延误一个多小时 索性小天不受影响 以21、8、21点17分击败当麦选手杰姆克 挺进16强 预计今天下午2点与巴西选手可爱略征发强门票 第一场的昨出现漏水 大会紧急处理 整个场地往旁边移动 避开漏水侧 周天成上场后则很快进入状况 首局仅让对方拿到8分 市局前半段两人陷入拉锯 但技术暂停后 小天加速甩开对手 顺利收下胜利 周天成表示 场的因素是球员要去克服的 因为对手也面临同样状况 幸好自己心里有备案 处理得还OK比赛的话 自己与两人有些对抗 但最后仍在自己控制之中 每周星希望可爱略爆冷胜世界排名第39的巴西选手可爱略 所在32强以8点21分 21点16分 21点15分 暴冷逆转印度11种子普兰诺伊 成为近7年来守卫近南单16强的每周选手 可爱略出身 与球沙漠 巴西 来自贫民库的他 曾亲眼看见毒贩在街头强弹火病 励志不碰毒 因父亲关系接触与球 从此改变一生 让他从平民窟走向世界 世锦赛出体验王子维出局 南单王子维左则以18点21分 19点21分不敌法国利福德斯 世锦赛出体验在32强化下据点 南双方面 亮面郡 苏靖恒直落二拍下苏格兰敦恩 霍尔 陈红林 王麒麟也是两局解决德国组合 拉穆斯富斯 塞德尔 两组人马携手挺进16强 但 双李佩 李扬 李哲晖则意外罗马 三局不敌马来西亚组合 谢定分 苏伟一 李飞